Hello,大家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小油AI技术学堂 那在Instagram上面呢,有位美女 只用几个月的时间呢,就涨粉30万 据说她每个月的收入呢,也不低 那可以看到了,她发了一些自拍照 她出现在不同的场景里 穿不同的衣服,做不同的一个动作 还有导文书账号 看起来非常清纯的一个小学妹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吸引了大量的流量 就是简单的一个自拍照 不同的表情,不同的动作 不同的场景 可能她还是很多男生心目中的女神 但你敢相信吗 她们其实全都是虚拟网红 是通过AI技术生成的一个网红 就像她 那从评论区呢,我们可以看出来 大家其实根本不在乎 这些网红是不是AI生成的 她是不是真人 那她们就是喜欢 不要长得够漂亮,长得够帅气 大家都喜欢看 对美丽的人,对美,人人都拒绝不了 这就给了我们普通人一个机会了 像这样的图片的话 小鱼以前真的没办法做出来 但有很多博主也出过视频 那可以通过一个换脸 来做这样的一个网红 但是换脸却非常的复杂 对新手朋友来说呢,操作起来太繁琐 我根本就不想去尝试 但是今天呢,小鱼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那先给大家看看我做出来的图片 这个美女,她出现在了不同的场景 这部非常的漂亮 小鱼偷偷地告诉你们 那这个呢,就是我用蜜筋生成出来的 那这里呢,小鱼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密经历最近新推出来了一个新功能 可以确保AI生成的角色的保持一致 生成人物的一致性 而且也解决了生成图像是不稳定的一个问题 那之前呢,小鱼也做过很多视频 但是都很难保持人物的一致性 那么今天呢,我们通过几个简单的命令呢 就能解决人物一致性的问题 使我们的新手朋友呢,也能轻松地做出这样的图片出来 那视频看到这里了 朋友们记得订阅小鱼的频道啊 收藏这个视频,方便你下次操作的时候呢 可以找到 那今天呢,小鱼就来手把手地教大家 如何打造一个虚拟网红账号 那你不需要天生丽质,也不需要露脸 只需要用AI就能做出来这样的虚拟网红 那视频的后面呢 小鱼还会分享一下如何变现 那么记得这个视频呢,一定要看到最后 在开始之前呢,这里呢 我们还是简单地分析一下 AI网红的一个特点 那以这个instagram上面的一个网红为例 我们游览它的主页 那你可能会发现 它其实和真人没什么两样 那如果我们不说 没有谁知道它是AI生成出来的 那它出现在了生活中的各个场景 比如说,比如说健身房 比如说阳台,比如说沙发 比如说和小猫玩 那它还可以更换不同的一个姿势 比如说手插在裤带里 坐在床上,那它戴上了墨镜 那还有最为特别的,坐在沙发上 跳的二郎腿 那最重要的一点呢 它的人物非常的一致 内容也非常的一致 一幅是看不出来什么差异 用过绘画工具的朋友都知道 那一个Lelado 一个Mizeli 生成的图片每次它都会不一样 那在这里呢 小鱼也尝试过很多的方法 都很难保持人物的一致性 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进行一个调试 那么这一次呢 Mizeli的一个更新呢 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 我们只需要在提示词的后面呢 加上一个指令 就能保持人物角色的一致性 那让你的AI呢 看起来它就是一个真人 而且呢 这个原理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实操 那在这里呢 我们想要生成这样的一个AI网红 那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 好的一个提示词 那必须确保两点 第一呢 那这个网红呢 它足够漂亮 能够吸引观众 第二 非常的像真人 它的生活场景动作 衣服呢 都要接近现实 那这里呢 小鱼给大家总结了三个方法 第一呢 自己生成 那这里可以看到啊 这是小鱼自己生成的一组AI 美女 感觉还差了那么一点 那我又调整了一下啊 其实呢 如果说想要用呢 也不是不能感觉是少了那么点意思 那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呢 想好之后呢 直接来秘金里 让他给你生成一个美女 这个方法呢 可能是要调整多次呢 才能达到一个 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虽然说是我们的可以自由发挥 但是呢 不确定性也太大了 要花费好大的时间 那要花费很多的时间 那这个呢 我个人觉得他不太适合新手 那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使用提示词网站 如果说你还没有想好 要设计一个什么样的网红呢 那我们可以去这两个网站来找提示词 那这里呢 我也会把用到的所有链接呢 都放到描述栏啊 朋友们呢 可以去图子粘贴 跟着我的操作呢 一起来学习 那可以看到这个提示库呢 它里面有两万多个免费提示 那这里面呢 也是有一些大量的图片呢 可以跟我们参考啊 也能找到提示词 这里呢 可以直接摆一个提示词 来捏到Mijerni里面呢 去生成图片 并且可以稍微调整啊 这样做出的效率更高 效果更可控 那还有第三个方法呢 那第三个方法是模仿 模仿现有的照片 那在这里面选一个美女 你别的说你觉得这张不错 把它放大 那可以直接截图 那这里你可以用一个快捷键 直接截图 把这个图片的保存到你的电脑里面 直接贵给Mijerni 来获取一个提示词 或者说来获取一个提示语 当成给Mijerni之后呢 Mijerni它会帮你推导出这个提示词啊 那这种方法成功率也很高 那么效果也还是可以的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自行选择一种方法 那小鱼儿选择了这种方法 那就是去这里面呢 寻找一个AI网红美女 那这里我选择了这个美女 我们直接点击给它放大 那来到这里呢 就能看到它的一个提示语 我们直接给它复制连贴 一个Counter加深 打开Mijerni 那直接进行一个上传 直接发送给Mijerni 那可以看到发送给Mijerni之后呢 生成出来的效果呢 跟圆图差不多 我们看一下 那跟圆图几乎是80%的一个相似 我更觉得这个呢 比圆图更好看 那最后呢 我选择了第三章 把它进行一个放大 我们有了一个主角之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要让它出现在不同的场景 那这里呢 有一个知识点啊 我们在选择一个美女的时候 那可以看到 那在这个里面呢 如果说你觉得这样找很难找 你可以直接输入一个关键词啊 比如说一个美女 你在这下面来找 那我们尽量找一个背景呢 比较干净的 不要太花里胡哨的这种背景 那不必于我们后面做图 我们选择干净的一个背景图 那我选择的这一张呢 就不错 接下来呢 我们就正式开始制作网红了 但是朋友们 你们不要觉得很难 它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加几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那确定了我们这个 AI网红女主角之后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一个事情 那就是去寻找一些网红的图片 比如说这个网红 那我们去获取一张它的这个图片 那为什么要获取这样的图片呢 等会再告诉大家 我们直接点击这三个点 那么这里有个复制链接 那时候我们来到谷歌 搜索一个instagram下载器 那我们点这个 那在这里我们把刚才复制的链接给它粘贴进来 点击下载 那我们直接下载这个图片 那你可以多找几张 比如说Domi这个同样的方法 点击下载 那么我们要求的就是让它出现在不同的场景 我们就复制一个它不同场景的一个图 当然你也可以选其他的图片 比如说小红书里面的 比如说什么TikTok上面的 哪个美女你觉得好看 它出现在哪个场景 它做了什么动作 那么动作不一样呢 你只需要把它这个图片保存下来就可以了 那可以看到这里呢 我保存了好几张不同场景的一个图片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把它全部 配给BJ里 那这里呢 我们要点一个斜杠 点这个Discord 点击这个按钮 那把这个图片上传上去 双击按Enter键 那继续下一张图片 那这里呢 直到你把你保存的所有的图片呢 全部VDBJ里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复制它的提示语 那这个呢 它是根据这个图片提取出来的一个提示语 我们直接复制链贴 我们要的不是这个人物 我们要的是它的一个动作 以及一个背景 那这个时候呢 打开谷歌翻译 我们链贴过来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呢 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 把这个后面的参数去掉 那这个日本人就去掉 因为我们这个人物是一个美国的 OK 那这些呢 我们就不需要 你看海边 它的场景 知识 背影 专业 摄影 OK 点击一个链贴 点击复制 打开Mijer里 那这个时候呢 我这里呢 只操作一遍 大家一定要仔细看了 那接下来 后面的呢 我就不细讲 那这个呢 大家一定要仔细看 那如果说你一次性没有看明白的话 那你先订阅一下小悦乐频道 先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有时间呢 可以反复的观看 这里点一个斜杠 这个时候呢 就不是点这个选项了 我们点emagine 把我们刚才的提示语粘贴进来 空格一下 先把我们的提示语先粘贴上 这里空格一下 输入一个参数 比如说两个横线AR 你要几比几 比如说1比1 那这里再空格一下 接下来就是人物一致性的 最重要的一个参数 在这里我们同样输入横线 两个横线AR EF 那这里再空格一下 复制一下我们刚才这个主角的一个链接 那就这个美女 入键点击复制链接 把它贴下来 粘贴到这个后面 那这里再空格一下 再输入两个横线 J W 空格50 那这里再空格一下 两个横线 V6 那这里解释一下 双方新出来的版本呢 前面我也说过了 比较简单 那就是要利用这个参数呢 来控制人物的一致性 那就是需要加上这个参数 还有这个参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示语怎么用 那在提示语后面输入一个 AREF 再加一个我们图片的一个链接地址 加上我们一个图片的链接 那在后面呢再加入一个W 这个参数强度呢 它是从100 最高呢是100 也可以修改为0 那默认强度它就是100 强度100的时候呢 他的脸部衣服和头发呢 他是不会变化的 那就这个人 他的衣服是一模一样的 你不管用到哪个里面 他都是同样的 那我们怎么样才让他 只是脸部变化 只是脸部变化 他的衣服和动作和头发呢 可以更换可以变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一个强度呢 调整为一个合适的比例 那这里呢我就调整为50 那我们调整到一个合适的值之后呢 那他只会关注脸部 就是说他的脸不会发生变化 他身体其他部分呢 他会发生变化 那这种呢就比较适合更换服装头发 那就像我们这样生成出来的效果 他的脸不变 但他的服装 他的动作都有一个变化 但是可以看到他的脸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可以简单的说呢 就是在提示以后面呢 加入这个参数 加入一个链接地址 加入一个图片链接 那最后再加入 dw参数 就可以保持人物的一致性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里还要再说一点 我们知道Mijini呢 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不给他任何的版本的情况下呢 他可能会跳出来 V5.0 还有一个什么VG5的版本 大家都知道 Mijini他的V5 他是做一个动漫风格的 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真实的人物 那不太适合应用一个动漫风格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一定要把模型给他确定好 我们要V6版本 你可以每一次呢 在这个提示以后面的时候 把这个V6给他输入进去 那确保我们的图片不会出错 那我这里呢 每一次都把它加进去了V6 可以看到上面 每一次的版本后面 我都加了一个V6 这里一个V6 OK我们这里直接发算 我们从他的变化之中呢 可以看出来 它是我们想要的那个菜 是这个梅绿 它没错 OK了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是圆图 这是我刚才生成的图片 像不像 那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我太满意了 没想到有一天V6 他真的把这个人物一致性的问题 给解决了 OK有了我们的第一个成功案例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 为给Mijery的每一张图片的一个提示语呢 全部给它复制 连贴到一个文档上面 那就是一个不同场景 那最后呢 我们只需要把后面的参数图片链接 后面的整个给它连贴到每一个提示语的后面 空格一下 直接连贴上提示语 把你收集的所有提示语全部给它粘贴上 接下来就是一个绘图的动作了 那接下来你是把所有的提示语呢 全部给它发给Mijery 那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在海景方喝咖啡 还有一个小树林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呢是一个近景在抽烟 那这个呢是和猫猫在互动 这个呢是在一个阳台 那这个呢是大街上 我觉得是最效果最好的 他居然能把全身都能展现出来 在大街上绿狗 你真的能认为它是一个AI吗 那么准备好所有我们需要的一个图片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创建虚体账号 开始创建虚体网红账号 这个过程也是相当的简单 自从有了这个GPT之后啊 那小鱼是做视频也用它 写文案也用它 有什么问题也用它 几乎它就是我们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那这里呢我们就利用CAT GPT呢 来帮我们生成一个网红的历称和简介 还包括一些发布的文案 这里呢你可以通过你的时间呢 去收集一些网红的一些历称简介 那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些 我们可以为给GPT呢 让它来帮我们生成一个比较 让它来帮我们生成这样的一个网红账号 收藏好之后呢 直接给你建立一个提示语 那我是一个AI生成的虚拟网红 我是一个AI生成的虚拟网红 像真人博主一样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自己的生活照片 帮我取几个吸引人的历称和简介 显得我很像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 那以下呢我给的一些参考案例 那这呢小鱼是很随意的输入了两个 可以看到GPT啊 根据你提供的参考案例 我会为你设计几个既有个性 又能体现你虚拟网红身份的一个简介和历称 让你在社交媒体上显得像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 那这是他取的 取了四个 那么你可以从中选择一个你比较满意的 去设计你的一个简介和历称 那么我们的机称我们的账号开启了 接下来就是一个内容 那在这里呢我选择了一个 我说根据第二个定位呢 帮我生成一周的 帮我生成一周的 因此POST 那文案呢要求你的主案要求你的角色呢 是一个虚拟女友 日常生活调情约会等话题 那显得像个真人一样 肯定是跟真人一样的 一到两句话主要针对男性受众 那女生就是针对男性嘛 那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个AI男网红 那你就要调整你的一个受众 你可以改一些其他的一些话题 一些亲切调皮可爱 互相互动性强 以表格形式给我 中英文对照版本表格形式给我 那可以看到 那这个是一周的 那你甚至可以让他给你生成两周到三周的 都没有问题 点接历称有了 内容有了 AI网红有了 接下来直接开启你的一个AI网红 日路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在一个IG上面去做 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面去做 那甚至你也可以去其他的社交媒体上面去做 就给大家聊一聊一个变现的问题 那现在的AI网红呢 其实是非常流行的 而且呢它有很多方法呢 可以让一个虚拟网红赚钱 比如说像这样的 它发布内容呢吸引流量 那这样的呢 它就是靠通过广告的钱 那你还可以通过一个YouTube Source上面发布有剧情的一个视频呢 进行一个广告收益 那这个方法是通过流量变现 赚取一定的广告费用 第二个方法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联盟营销 第二个方法呢 我们可以通过带货 那当你有了一定的流量 有了一定的订阅或者粉丝之后呢 那你就可以进行一个带货 比如说像这样的 那么它每一条下面都会有一个购物车 包括一个抖音 都会有一个购物车 让你直接去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 直接点击购买 那客户购买之后呢 你就会拥有一定的佣金 那这个方法呢 是通过一个带货赚佣金 那么第三个方法呢 就是通过一个联盟营销 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网站 或者这个Amazon 或者是一个小红书的普攻英呢 来进行一个联盟营销 当你有了一定的流量 一定的粉丝之后呢 会有很多的一个变现方法 那在这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先行动 2024年呢 小油希望大家都能用AI呢 赚取一份被动收入 用AI来做一份副业 丰富你的知识 喜欢小鱼呢 视频看到这里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那如果说你对DG粒会感兴趣呢 你还可以看我上一期视频 上一期视频呢 是一个从入门到精通 非常详细的一个教程 当然你还可以看 你还可以观看小鱼的其他视频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会把所有用到的一个链接呢 放到下面的描述栏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